在测夺论中,数与几乎无所不在是指几乎无所不在的属性,其他适用于几乎所有可能的结果。 这意味着该属性适用于集合中的几乎所有元素,度量0的子积除外。 换句话说,该属性适用于集合中的几乎所有元素,度量0的集合除外。 例如,假设我们有一组实数,我们想知道某个属性是否适用于该组中的几乎所有元素, 几乎无所不在和几乎总是之间的差异在于,几乎无所不在是指对集合中几乎所有元素都成立的属性, 而几乎总是是指对几率中几乎所有结果都成立的属性空间。 在测夺论中,几乎无所不在是指集合中几乎所有元素都成立的属性, 而几乎总是是指几率空间中几乎所有结果都成立的属性。 在几率论中,数与几乎无所不在是指在几率空间中几乎无所不在的属性, 这意味著该属性适用于几率空间中几乎所有可能的结果。 例如,如果一枚硬币被抛制100次,正面朝上的几率为0.5, 那么几乎到处正面朝上的几率就是0.95。 这意味著对于几率空间中几乎所有可能的结果, 获得正面的几率都大于0.95。 几率论中几乎无所不在和几乎总是的区别在于, 几乎总是是指几率唯一的事件,不一定包括所有结果。 另一方面,几乎无所不在是指适用于集合中除度量0的子集之外的所有元素的属性, 或者如果等效属性所持有的元素集无效, 则该属性几乎适用于所有地方。 在测夺论数学分析的一个分支中, 从技术意义上来说, 如果属性所拥有的集合几乎拥有所有可能性, 那么它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成立。 几乎在任何地方的概念都是大0概念的同伴, 类似于几率论中几乎确定性的概念。 更具体地说, 如果该属性适用于集合中除度量0的子集之外的所有元素, 或者如果等效属性所保存的元素及无效, 则该属性几乎适用于所有位置。 如果测夺不完美, 则该集合包含在测夺0集合内就足够了。